大家好,我是韩风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 作为视频自媒体或者Vlogger 最重要的一项技能 那就是批量制作视频字幕 对于没有后期团队的小伙伴们来说 自己好不容易做完视频 然后还得自己去做字幕 简直不要太难过 当然有的人不做字幕 但是视频观看的感觉会差那么一点点 有的Vlogger他不是不想做 只不过太费时间了 影响他的这个视频更新速度 如果是录的时候 按照台词来说相对好一点 但是他的工作量也非常大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做字幕的工作流 这种方法不用事先准备文本 而且简单、方便、高效 同时可以进行二次编辑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免费 我使用的简直软件是Final Cut Pro X 所以我会以他为例 当然视频后面也会讲一下 PR到底怎么弄 好了,那么就开始今天的分享 第一步 把你编辑完了视频的音频导出 这里面注意一下 最好是只导出单音 就是去掉背景音 只有人说话的声音 这样识别率会更高一些 保存到你自己能找到的目录就可以 第二步 登录网易键外 目前还是完全免费的状态 很实用 我将会把网址贴到简介中 有一个网易邮箱就可以登录 创建一个项目 选择语言转写 贴写项目名称 比如寒风 然后上传自己之前导出的音频文件 文件语言选中文 出稿类型选SRT 然后点击提交 等待一会 它会在线转写 刷新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音频的字幕了 这里面会有一些不准确的字 你可以在线修改 它的准确率还是挺高的 我自己的音频文件能达到90%以上的识别 然后导出 第三步 导入Uptime 注意 这里我使用到的Uptime版本是1.2 不是Uptime Pro 我也会贴到简介中 当然可以在官网上下载 Uptime就是作为一个过渡 将SRT导入之后 再导出为Final Card的区列文件 第四步 序列文件导入Final Card 这样就有一个XML的序列 当然导入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错误的一个信息 你点确认就可以 之后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调整自己的颜色 位置 大小等等 这样就完成了字幕的制作 是不是特别方便 当然 你也可以直接在Uptime Pro里进行编辑字幕的样式 进行导出 但是 如果你想免费的话 只能导出位固序列 然后导入Final Card Pro 那么它就不能进行二次编辑了 还有就是用PR的小伙伴们 同样也是用Uptime Pro进行编辑字幕的样式 然后导出未读序列 再导入PR里 这里面有个建议给大家 虽然PR可以导入SRT的这种字幕类型 但是PR的支持并不是特别友好 所以建议 直接在Uptime Pro里 改变字幕的样式 然后导出位固序列 再导入PR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分享关注 如果你有问题 请在下方留言 感谢 我是韩风 下期见 拜拜